好,大家好,不用多解釋 近來都知道港股都悶到秋筋 合理懷疑是黃金州缺乏北水 沒有資金推市上去 所以除了北水之外 港資、外資都沒有興趣入市 所以令到成交基本上連續幾天 都跌穿了一千億以下 所以解鈴還需是靈人 大家都關注著 例如星期四,北水重啟是否會將市推高 有幾個疑點 第一,北水可以回港 他們是否真的會來買港股 第二,他們來香港再開給他們 他們來香港只是買呢? 真是不知道 所以我想市場暫時 不要將北水看得太重 因為他們沒有說 放完價回來要買回頭 所以都要有些心理準備 如果北水重啟後 市場成交仍然如此弱 港股可能面對另一個挑戰 就是要試二萬八千點以下 反過來,如果北水真的下來香港 買買買 不斷搶貨的話 港股當然會有轉機 因為大家都是看著北水投 那時候還有機會挑戰二萬九 所以一切的定局 都是在星期四 深港通、滬港通 再開後 究竟又記得北水進場 暫時市底 都是滿滿地 沒有特別大的方向 個股方面 其實都浮浮沉沉 沒有特別大的表現 所以就看看星期四 等一等 星期四 看看北水恢復 有什麼大的動作可以跟進